大家好 今天来做一个简单又好做的 素肉末杏鲍菇 食一吃素等于风一吃三 食一日素有白日风 我是西山素食大厨刘勇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素食烹饪心得 首先第一步我们来先切杏鲍菇 这杏鲍菇斜刀切 先切成比较厚的片 再切成比较粗的条就可以了 再切点香菜末 来 先把锅烧热先 烧热之后放点油下去 包入杏鲍菇 很多家人会问这个杏鲍菇要不要焯水 我觉得这个杏鲍菇如果是够新鲜的话 你就不用焯水 这样炒出来会更香一点 如果你不喜欢那个菌菇味太浓的话 也可以焯一下水 这个时候要有点耐心 慢慢地把水分煸干 炒到它表面有点焦黄 这样这个菜才会很香的 把水分炒干之后呢 我们开始调味 有了我们这个汉堡酥油碎 这个菜就变得很简单了 再来上一丢丢松茸酥好油 再来上换一点点就很鲜的松茸鲜 换一点点水焖煮一下 好 再次把水分炒干炒成就可以了 好 开始出锅 最后放上香菜末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道简单好做的快手菜 我放了一点松茸鲜 这样吃杏鲜鲜好像吃松茸一样 这道菜放了我们的汉堡酥油碎就变得很简单了 六点钟下班 六点半可以开饭 好简单的 五点ỗi 松茸唐 水